捷運劍壇站2號出口旁的這塊停車場 未來將會建成多目標大樓 除了原有的轉乘停車場外 可作為商辦、商場、餐飲、會議中心及教保中心進駐使用 地面會串連綠樑、叢塑、人行空間及街道景觀 打造廣場式開放空間 提升生活及休閒多元服務功能 我們台北捷運劍壇站的TOD多目標大樓正式的動土 我想剛剛董事長談了很多 對我來講 TOD是一座城市整體發展非常重要的關鍵一步 也是我們很重要的目標 其實也許大家不知道 這個案子其實在前年應該是在我還沒 但市長前當時的督審會議 委員們就有下一個誕書 因為當時有各種地方不同的意見 說要等未來新任市長 烹盤瞭解、排版定案才會繼續 我上任之後 董事長黃總經理有來報告、來說明 所以我認為對的事情要堅持 即便各方有不同意見 但我們願意溝通 但是這個目標不能變 所以後來專簽 我決定還是要為地方 來做一個TOD多目標大樓 帶動的不只是士林地區 它所能夠引導的相關效益 包括周邊、包括內科、北市科、原山創新 以及未來設置生態 一整個Tech cluster的發展是非常關鍵的 所以在確定之後 我們就努力往這個目標前進 去年簽約 我也請全公司加速 今天順利動工 過去在講中山北路是關道 關道第一排這麼一個大樓是最漂亮的 我們這裡要蓋最好的A型 A級辦公大樓 但是在這裡不是只有辦公大樓 我們上面有景觀餐廳 讓大家可以在屋頂 可以看得到 包括原山飯店 包括北溢中心 包括我們鍵盤站的龍骨 這樣的一個最漂亮的車站 我們有辦公大樓 剛才看到那個影片 可以從窗戶從陽台看出去 非常的漂亮 然後樓下有商場 可是更重要 我們有特別注意到 我們在這裡有設教保中心 可以讓在這裡工作的員工 可以再把子女帶到教保中心 來做最好的照顧 我們有會議室 然後我們這裡會跟建坦站做最好的聯通 透過建坦站 我在這裡要跟各位報告 往北到北市科只要4分鐘 往南到台北車站只要9分鐘 最近最熱門的大巨蛋呢 透過台北車站來轉車 到大巨蛋只要25分鐘 甚至到台北市政府新義計畫區只要30分鐘 往西到新北市政府新版特區也是30分鐘 透過捷運網路四通八達 我們蓋這樣的TOD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希望做大眾運輸導向的一個都市發展 這個完全符合這樣的一個理念 所以我們除了之前40站明年就會蓋好了 這裡今年開工 今年底建南路站也會開工 跟市長報告 剛才這個大陸工程的在問我說 還有沒有 我說有 我們這個北投機場也正在規劃 我們希望假如說可行性研究確認了 我們後續北投機場是一個更大規模的開發 我們希望藉著這樣的一個開發 帶動整體的都市發展 蔣灣市長帶領上香祈福開工動土 祈求工程順利圓滿 大樓預計117年完工 成為在地商圈發展動力 去年開始 我不管是到新加坡 到韓國首爾 到上海 到日本東京 我都會特別的仔細去關心 而且去了解 這些人口密集的國際大都會 如何運用綿密的捷運網絡 來帶動沿線的產業發展 所以台北市我們身為與國際接軌首善之都 我們也要善用我們綿密的捷運網絡的優勢 以及各個所佈建的站點 所以請捷運公司我們加速以外 在這裡未來 他的整體效益 以及能夠帶動的經濟發展 無可限量 所以我也要謝謝我們地方的里長 每一次在與里長有約的提案 都很樂見也給予我們支持在這裡的多喵大樓 所以未來這裡 它能夠不只是滿足所有地方鄉親的需求 它更方便讓未來這裡辦公來採購消費 以及欣賞景觀 我們有景觀餐廳等等 大家都能夠出行更願意使用的運輸 這也是我們推動TOT很重要的一個目的 所以未來這裡地上16層地下3層 我想它所帶給市民朋友的 不只是一個士林未來發展所有鄉親生活機能 全面提升的後收仔 我想它更是結合我們協運路線非常重要的一步 蔣灣說他專簽決定要蓋這棟多目標大樓 因為能帶動的不只是士林地區發展 他所能夠引導的相關效益 包括周邊內科 北石科 遠山新創聚落 及生態社子島的發展 都是非常關鍵的 記者問句台北報導